我是在一个高速行驶的状况 那么警方在第一时间是强调说 他们正在赶赴另外一个勤务 可倒是什么勤务呢 警方也没有进一步来做说明 不当时在这样的一个杭州南路 跟这个新一路口这附近 就是老人家是要去搭游览车的 被高速冲撞 那么台北市长郝龙斌也证实说 当时这个路面上是完全没有刹车痕迹的 那么在这个意外发生的这个现场 两位老先生当场这样子被严重的撞击之后 其他的民众全部气愤难平的 上前去包围肇事的警车 那么台北市议员更质疑 警方到底是不是酒醉驾车呢 那么后来警方经过酒册 他说酒册只为零 说没有酒驾的情况 那么内政部的次长林中森 还有中正一分局长陈明正都说 这个酒册只是零碎 不可能是酒驾的状况 不在这现场 这是包括警方是说两个警察 真的都吓坏了 那么这个民众在现场也是非常的生气 继续带您看肇事现场 民众包围警车 说什么就是不让肇事的警车离开 民众实在气氛难平 而肇事的警车挡风玻璃 已经碎裂了一大半 看得出来当时冲撞力道有多强大 而民众越来越激动 顾不得旁边还站了许多警察 猛敲警车车窗要肇事的远警 下来说清楚 他的正面可能看清楚 即使民众越聚越多 甚至包围整台警车 占据整条马路 但是肇事的警察 还是坐在车上低头不语 直到台北市议员到达现场 警察才下车道歉 这些警察肇事状人的意外 议员质疑警方酒醉驾车 他有酒醋 第一时间一定要掉酒醋的 酒醋准是零 第一时间我们就马上做酒醋 他没有任何喝酒的现象 就算没有酒驾肇事 但是警方执行公务中撞伤了人事事实 民众的怒气恐怕再添一笔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 那么由于现场的撞击力道很大 那么两位老人家 其中一位是生命垂危的情况 那么另外一位也是重伤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 大家是很难想象警方为什么要开车 开得那么的快 而且这地点是在杭州南路这边 那么一切就要等到检察官 来做一个清楚的了解 那么目前检察官已经抵达现场的 最新的情况 记者郭欣怡来我们报道 欣怡 好 主观观众可以看到叶以生了 但是民众其实还是迟迟的不肯散去 针对这起事件 他们一定要台北市警局给个交代 所以晚间大概七点半的时候 这边是发生了两位民众在过马路的时候 遭到远警开车冲撞的意外 现在这两位造势者 现在是在台大医院进行救治 所以民众非常非常的生气 而在稍早的时候 检察官也已经到了现场 来进行勘验的动作 他们要采集现场的证据 一些指纹什么的 然后看看现场 有没有一些刹车的痕迹 再带回去做比对 为什么 厘清说为什么当时远警开车会开得飞快 而有没有刹车的这个意味 而在稍早的时候 检察官也对民众做出承诺 他表示说这一次是远警造势 所以他们不会将这个车辆交给警方来保管 他们不会将车子交给台北市警局 会交给其他的单位 所以要民众放心绝对不会有一个偏袒的行为发生 我们来听听检察官的说法 有关这个今天517游行 发生 发生这样的意外事件 那我们首先表示遗憾之意 那接着 我们有另外一组检察官 正在台大医院讯问证人 所以请各位放心 我们会秉公处理本案 那第三 有关车辆的扣押问题 那我们会请这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外的单位 也就是我们请中央的那个内政部刑事警察局 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来暂时保管 我们这个车辆 造势车辆 那我们进一步的鉴定检验工作 我们会继续进行 第四 有关这个伤者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出发之前 我们有拜托台大的警方 请他务必要赶快把伤者救治好 也尽力救治 那第五 我们对于这个涉案的警员 我们会来自己来 检方会自己来请自询问 请各位放心 可以听到检察官是对民众做出了承诺 所以民众来稍微安心 但根据了解 其实这一位这个造势远警林建志 他其实才77年次 才刚从警砖毕业 而今天在执行勤务的时候 不晓得为什么原因 他车开得飞快 他撞上这两位老先生的时候 根据目结者表示 这两位老先生是有一个人飞起 弹了大概两公尺这么高 而且鞋是飞到对街的 可见当时撞击的力道是非常之大 所以现在送到台大医院来进行救治 是非常非常危急的一个状况 而现在呢 这林建志是已经被带回大安分局 来做笔录了 检察官现在已经在现场 做完这个勘验的动作 已经把这个车子拖回去保管了 而以上就是现场目前的最新情形 现在要镜头交还给PonyJu